2022年11月8日 在亚洲、北美洲、中美洲、大洋洲的许多天文暗号者 都目睹了高挂在天空的红色月亮 在台湾 从下午5点开始就看到出窥的月片石了 到了6点18分进入了石季 出现了红色月亮 这是一次十分特别的雪月月泉石 为2002年最后的两个月的局势留下了助角 观点看地走近神奇 这里是信品有你 大家好 我是李明 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 请大家高抬您的贵手 点击频道下方的小铃铛 关注订阅信不信有你频道 和李明一起探索天地间万事万物 背后的玄机 共同开启我们的会演 提升我们的灵性 根据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NASA公布的消息 11月8日的雪月月泉石 持续时间长达约一个万小时 这是2022年的最后一次月泉石 下一次要等到2025年的3月才会出现 今年首轮超级雪月月泉石出现在5月16日 10月8日是今年的第二次 这次的雪月月泉石出现的时间远长于第一次 而且这次雪月有一个十分特别的地方 就是月眼天王星 那么什么是月眼天王星呢 月眼天王星是一种天文现象 观测月泉石通常是不需要通过望远镜或者专业设备的 用我们的肉眼直接就可以看得到 但是呢 要想看到在月亮旁边较暗淡的天王星 却并不容易 只有在雪月月泉石发生的时候 由于月亮的亮度大为减少 才可以用望远镜看到月亮和天王星同时出现的景象 11月8日月泉石发生的时候 雪红的月亮出现后 渐渐掩盖了天王星 于是呢 就出现了月泉石和月眼天王星同时发生的 极为罕见的天文现象 要想看到下一次的月眼天王星 要再等16年 如果是月泉石眼天王星 就要等到4344年才能看得到 当全球天文爱好者 兴致勃勃地观赏 这千年一遇的雪月月泉石 加月眼天王星的天文器官的时候 雪红的月亮 却一点也不吝啬地将雪光 倾泻到了大地之上 根据现代科学的解释 当太阳、地球和月亮排成一条直线时 月亮全部进入地球的阴影 没有太阳光直射 因为大气层将紫、蓝、绿、黄色的光都吸收掉了 只剩下红色光可以穿透 折射到月亮的表面 就形成了暗红色的月亮 雪月月泉石就出现了 但是根据中国古人的说法 雪月就是凶月 是不祥之兆 雪月升起 很可能预示着灾祸的发生 因此有雪月出 妖孽线的说法 古代的术士们认为 红色月亮是至阴至寒之相 雪月的出现通常会有灾难事件的发生 比如崇祯皇帝上吊时 当时的天空就出现了一轮雪月 古人讲究天人合一 根据道家的五星学说 天上发生的事情和地上的事情是对应的 一些不常见的意象 其实就是上天对人类祸福的形式 在阴阳五星中 月是与太阳相对的太阴属水 太阳属火 当夜凉如水的月亮 呈现出赤色时 也就是水火相克 呈现争斗之相 因此雪月就是争斗与刀兵的预兆 南奇书记载说 明帝永泰元年四月鬼害 月时色赤如雪 三日而大司马王进泽举兵 西汉之后 几乎所有关于雪月征兆的解释 都离不开战乱与干旱 随书天文赤记载说 若渔夜则月赤将汉且封 唐朝的开元战经 总括了历代五行的战眼 关于雪月的技术 全部都与战争相关 原末编撰的宋史 在天文之中也记载说 月变色 月赤 冰 汉 这样的警示今天也同样出现了 先来看看中国大陆 中共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获得了第三个任期 连任成为事实 连任后 就在11月8日 雪红跃泉时的当天 他以中共总书记 中央军委主席 军委联指总指挥的身份 视察了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 他身穿新式迷彩军装 听取汇报后发表了讲话 指出 中国安全形势的不稳定性 和不确定性增大 要全部精力 向打仗聚焦 全部工作 向打仗用尽 加快提高打赢能力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并要求军委 联指中心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这意味着台海局势即将升温 倒兵之灾 指日可待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 习近平其实很清楚 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会去主动攻打中国 包括美国在内 都不可能有这种念头 所以他趁视察中共中央 军委联指中心的场合 发布这种指令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全力保住 中共的统治权 稳定大陆内部的秩序 跟外部环境 没有直接关联性 不过呢 无论习近平是对内 还是对外韩打 都与刀兵之灾有关 东亚这边 朝鲜一直在发射飞弹 南北韩战火 也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11月13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与韩国总统依西悦 在柬埔寨首都金边 举行了会谈 双方会晤 持续了大约45分钟 两国领导人 对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 进行了谴责 双方表示 这是对朝鲜半岛 东北亚乃至国际社会 和平与安全 构成威胁的严重挑衅行为 并一致认为 要加深在联合国安领会层次的 应对合作 与韩美日安全合作 此番会谈也意味着 未来很有可能 在朝鲜半岛会出现刀兵之灾 再来看太平洋彼岸的美国 在习近平连任的同时 美国迎来了中期选举 11月14日 美国总统拜登与习近平 在印尼巴黎岛G20 领导人峰会期间 举行了会晤 会晤后 双方分别发表了会晤通稿 却一如既往地各说各话 新华社的新闻通稿说 拜登祝贺习近平再次连任中共总书记 但白宫的新闻通稿却说 美国将继续与中国进行激烈的竞争 并强调了对中共在新疆 西藏和香港问题上的做法 以及人权问题的关注 还指出 解决美国公民在中国被错误拘留 或被禁止出境 是美国的优先事项 双方的共识 只限于应对气候变化 宏观经济稳定 公共卫生 以及在粮能安全问题上保持合作 对于台海两岸问题 只字为题 早在11月8日雪月出现之前 拜登就在柬埔寨的东盟峰会上强调 台湾和平的重要性 台海形势依旧是战云密布 一触即发 欧洲领土上 欧战争依旧没有停火的迹象 而且核战争很可能会一触即发 核武器对全人类的威胁一直在地球上空笼罩着 另外 深受台湾旅客喜爱的知名邮轮盛世公主号 在雪月出现后的第四天 11月12日爆发了大规模的群聚感染 停靠在澳洲雪梨港的盛世公主号 船上4600人中 又超过800人被检验出感染了新冠病毒 成为澳洲自2020年 红宝石公主号疫情后最大规模的邮轮感染 可见每次雪月的出现 都会相应地带来世界的风云巨变 人间灾祸四起 天下动荡不安 古人的说法其实并非愚昧妄度 而是客观存在的 实际上在世界各地的宗教和民俗中 雪月预示着黑暗魔力被唤醒 由于恶魔复活降临 人间要么陷入血光之中 要么就有不同寻常的大事发生 这一点 印度神童阿南德 在10月19日发布的视频中 给世界提出来预警 阿南德说 目前世界已经进入了近400年来的一个新循环周期 这段时间代表着地球上存在着的各个领域 都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是复杂的多行星的影响 给我们的世界所带来的结果 无论是地缘政治 人类健康 价值观 人的思维方式 还是心理状况 这些大自然循环中的一部分 对外在事物的反应 所产生的令人惊讶的生态后果 这一切正在发生着迅速的变化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 所发生的旱灾和洪灾的同时出现 天灾并存的现象 正是这种变化节奏的一部分 而不是一个抽象的事件 阿南德认为 我们正处在两个伟大时代的正中间 这两个时代都有四个世纪 上一个时代的最后一个世纪 始于1600年左右 在这个时代 人类将地球当作了一个商品 对自然资源进行肆意的掠夺 和无度的滥用 由于这种思维方式和心态 导致地球生态环境出现了最快速恶化的情形 这也直接导致人类生活的质量的严重恶化 不断严重地破坏着大自然的生态循环 现在人类需要知道 地球必须被当作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来看待 不过最致命的还不仅仅是这些 而是建立在与工业革命相同的 空洞的价值观之上的新技术革命 当我们进入新时代的这个阶段 HUB和EMF等新技术 这些会对我们的环境构成严重的威胁 HUB是高频活动极光研究计划的英文缩写 初期美国对外宣称是一个关于气象研究项目的计划 不过由于内容非常神秘 保密严格 所以并不为外界所知 到了1998年 有消息透露 HUB计划开展的实验内容和所具备的能力 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军事工程计划 HUB的基本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通过极光电子发射装置 向环绕地球的大气层发射超能高频电波 所发射的电离子经过电离层的反射 形成新的电磁场 EMF在电路学里表示的是电动式 表征是一些电路元件供应电能的特性 这些电路元件被称为电动式源 例如电化电池 太阳能电池 燃料电池 热电装置 发电机等等 都是电动式源 安安德认为 HUB电磁场 以及作为电动式源存在的这些设备 会对地球运行的周期 和相对应的行星运行 带来影响 同时也会对人类的文明 以及生态环境 造成巨大的影响 目前 正在上演的例子就有 长江出乎意料的正在干涸 这是一条养活超过10亿人的河流 美国和欧洲的一些重要的河流 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干涸状况 从2020年开始 一些特殊的循环 正在接管地球上 所有生物的方方面面 因此安安德指出 世界需要小心四大危机 第一 地缘政治危机 乌克兰 韩国 台湾是重点地区 由于行星的影响 政治人物的心智也会受到影响 第二 极端气候危机 在未来的几年 会看到更多的地震 洪水 干旱 海啸 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 第三 粮食经济危机 未来20年 人类将面临最严峻的粮食安全问题 人类由于滥用农药和化学物质 所造成的污染 破坏了土地的纯净 带来粮食作物危机 能源与通货膨胀 房地产与畜牧业 所面临的危机 也不容忽视 第四 疫情与疫苗危机 新冠病毒持续变种 人类需要提升自然免疫力 用以抵御病毒和疫苗 对自己的伤害 安安德强调说 最关键的是 我们必须尽早意识到这些危机 以免为时已晚 保护我们的环境 修复和恢复过去四个世纪 对地球所造成的破坏 这对于这个星球上的 所有生命的健康生存来讲 至关重要 阿兰德最后建议 传统的修炼可以帮助我们提升道德和灵性 修复地球所遭受的伤害 给人类自己的生存环境 带来良心的改观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是李明 这里是信不信有你 分享视角 共享自信 与您一起看世界 欢迎大家留言提问 也可以告诉我 您想听的话题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